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灵灵 你不该骗我 我又一次相信爱情 又一次以为自己找到了幸福 甚至 又一次憧憬人生的第二次婚姻 是你把我打醒了 你不就是怕我离开你吗 我也在想 如果我不知道周采儿怀孕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些事情 我们现在肯定特别幸福地在一起吧 可是我做不到 你已经让我爱过你了 只爱到窒息在呼求 你走吧 无法再拥有 就让同样追不熟悔一生 所以灵灵没有想过 自己好不容易对爱情重新建立的信 就这样 被简佳明瞬间摧毁的消失殆尽 如果这是命中注定 他宁愿伤得再深一些 让自己彻底失去知觉 如果这是他自己犯下的错 他宁愿 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真的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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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你欠我的那滴雷 幸福了别人的脸盘 你怎么了 你 你怎么了 走 妈 老天爺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让我们大海回心转意吧 我做牛做马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碰你玩烂狗猪 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求求你 我就心甘情愿给他当老婆 行行行行行 你 你说你丢不丢人哪 你说你们两个也真有意思的 好的时候 老公 心爱的 这好词蛮鞭肥 这人现在吵了架了 你人都找不着了 你怎么做老婆的 我还没好意思说你呢 你这想干吗去呢 你怎么消失了 我 我是想换个地方住 我不想住原来那地儿 可玲玲跟简安民不是都分开了吗 这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不知道啊 废话我当然不知道了 我不是消失了吗 这 这也没人跟我说呀 你说这 这有意思啊 你说 之前她把彩儿的男朋友给抢了 我还觉得彩儿挺可怜的 这现在彩儿又抢回去了 我还真觉得零零可怜 不对 你说 你说 还有你这儿就奶 自从有了你 就把我给撂一边儿了 想不想去我才是最可怜的 苍天哪 我 零零怎么样了 她怎么不先问问我呀 你不是挺好的吗 你快点说 我又没见过她 我哪知道啊 我哪顾得过来呀 要不你自己问去 哎 哎哎哎哎哎 少杨 你帮我找找大海好不好 哎呀 你们俩的事啊 我不是说你俩真应该冷静冷静 对你有好处 可是我想见他们 我了解大海 听我的没错 哎 你要找林林去啊 我还没想好呢 大海 在哪儿啊 大海 大海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啊 还是来看我有没有自行了断啊 你放心 我没那么脆弱 在我经受二次打击以后 我发现我的抗击打能力超级的强 而且当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种人之后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了 所以祝你们爱情和和美美 孩子健康成长 放开啊 第一 如果你要像江俊杰那样的话 我会打你的 第二 别让我原谅你 这样我会看不起你 还有第三 不要说你爱我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放开 我就问你一句 你爱没爱过我 放开 我问你你爱没爱过我 爱啊 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原谅你 帮我坐在那里 70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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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这个咋啊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材 好 伯伯 你也多吃点 来 老哥 我的 祝贺你啊 应该这虾饼都有本事 不找就不找 这一找啊 把孩子都带回来了 这小子真是给咱们俩惊喜啊 也不一定是家明哥的想法 说不定是谁坚持要生呢 不好意思 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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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家明闹了 打人 怎么回事 老哥 他们俩说话哪有谱 家明 我还要吃那个 那个真好吃 好嘞 想吃这个 来 我喂你吃 周彩儿 吃 叫嫂子 行 嫂子 你现在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多吃点 注意点身体 不过我就是想问问你 孩子是家明哥的吗 莱莱 莱莱 菜摆在那儿就回来做吧 就是吗 都在吃饭了 你干什么上串下跳的 我没有上串下跳 我就是好奇 之前家明哥打死都不想要他 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是爱情的力量吗 你还真说对了 就是爱情的力量 又爱情有那么伟大吗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我说的是实话 刘叔叔 我最近看了几个新的服装发布会 有几款衣服不错 我发到您邮箱了 但是我忘了告诉您了 不知道您最近 有没有打开看一看呀 看就看呗 怕什么 我还怕看照片吗 反正也不止我一个人看过 是吧 见面 对了 刘叔 您今天是来吃饭的呀 还是来找茬的呀 小明 过了啊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吧 我要回屋休息了 嗯 慢点啊 茬儿 茬儿 你慢点 来 慢点啊 来 屋里人多啊 说话不方便 现在有什么大事啊你说吧 浩哥 你住院的时候啊 我们都很担心 为了能消除你心里的负担 我投资了你的信箱 我以为你能明白我的心思 让莉莉和家明结婚 可到了最后呢 你说你怎么给她找了这么一个老婆 你是不是有点对不住我呀 说这个话 家明找老婆那是她自个儿的事 怎么是我给她找的呢 没有你这同意她能搬过来住吗 你这肚子都大了 你说我能反对吗 都这把年纪了 我有必要跟她对着干吗 也就是说 周彩儿和家明的事已经定了 雷雷就该死心了是不是 年轻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撤资了呢 非得这么做吗 好吧 那我没意见 以前我有那个强迫症啊 这不管是厂里的事 还是家里的事 我都要做 我都要管 这次生病了 想清楚很多事 那什么事想开就好了 拿这个钢铁厂的事来说 我原本只是想她把打理好 然后给家明留个一个很好的产业 可是我都费尽心思替她安排 结果到最后她反而不高兴地说我何必呢 真的 这一个人一个命啊 谁说办工厂 这一定得赚钱 总得有人赔钱是不是 这事成事败 那是工厂的命 好 那既然你决定撤资的话 那 睡一遍 那好 那我最后不打扰了 送你 对了 对了 那个 投资我那个钱啊 我已经买了设备跟原料 产品呢我已经卖出去一部分了 你现在撤资 我可能没法给你现金啊 真的 要 要不你想想看好了 你是要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给你钱呢 还是 别到工厂来 把那个设备跟原料你都拉着自己去卖 是 你说了算 行 老哥 我甘拜下风 devi让스� Messger 走 打架 你要怎么招待架 就是这么大的 你怎么吃这事 就这么多主意 你招待 你怎么热误 你这事 是啊 怎么没地我 给你 我跟他你 你是不招待的 来 哎呀